欢迎来到贾老公贾老婆的频道 大家好,今天我来到一间叫做Sister at Subangjaya 这间的餐厅是在元席60 这里的它的炒果条是很好吃的 我们来试它的炒果条 Sister Subang的 menu 这样它的炒果条是它的cineature来的 然后它这个咖喱米粉也是好吃 价钱大概是八块多啊 十三块多 都是很清明的价钱 然后还有炒饭啊 加利剧炒饭啊 加利剧炒饭 这些都是 马来西亚 马来人 华人都爱吃的 先来order先 来今天来科普一下 通常我们来order 如果你不是马来西亚的话 你大概来大概知道一下 什么叫有麦罗 然后又有麦罗 还有你们是读米罗 还是麦罗 我是都读米罗 有时候麦罗 所以米罗 这个是油奶 然后哦就是 没有奶 总之哦意思就是没奶 这样铲呢意思是说咖啡和茶 铲 所以咖啡和茶 铲在一起的东西叫铲 铲呢那么意思是想说 如果铲就是有牛奶有糖 然后铲铲呢就是表示只有糖没有奶 铲铲呢就是只有奶没有糖 就是放那个生奶 好我这样子讲就可以明白了 所以copy copy all copy c 哎呀打个噴嚏不好意思 dai dai all 也是这样的意思了 我预订了一杯 cham 来试看一下 我不好喝 来试一下 它咖啡味很重 但是也是茶味 真的是就是咖啡餐 茶就对了的了 好喝 其实是好喝的 你们来一定要预订 然后 它的家里面来了 还有这个 茶粿条 这个看起来就很有食欲 来我们来试吃 先吃茶果条 茶果条 然后你看它的虾也是很大致的 它虾很大致 然后我最喜欢的西汤 有谁跟我一样喜欢西汤 香哦 但是这么酱 我第一口吃的就是有点咸 第一口吃的就是有点咸 但是够辣 但是它的味道哦 是很香的 那个炭香味很香 吃吃的 沙西汤 很新鲜 再吃它的虾 嗯 它虾脆脆的 嗯 它虾脆脆的 好吃 每次吃什么 我今天我叫的是果条和黄面 果条和黄面 果条和黄面 你们叫西汤呢 我们叫西汤呢 我们叫西汤 然后虾 豆腐 嗯 它还有这种 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 鱿鱼 这种鱿鱼 然后它的家里是 汤汁是带比较 奶白的 OK 先来试喝它的汤一下 哇 好喝 它的椰浆味 那这个就没有这样咸了 刚才那个炒果条 我会觉得咸 然后还有一定要 配上它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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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因而异 如果你要直接 餐进去那边 那么你就会比较多 它的味道 因为常常这种samba都会有叫做巴拉酱 巴拉酱其实是什么 小霞做成 做小霞做成的 哇 小霞做成 发酵而成的一些 嗯 总之有些人喜欢 有些人不喜欢的 我要试一下巴拉酱 嗯 不是讲很 没有讲很 很大重味啊 但是 它也不是属于辣的 觉得是一种 就是辅助的香料 但是你吃肉酱 要放 吃肉酱 放的那个 那个叫什么 虾糕 虾糕 像的一样的 我试一下 所以基本上 就是这样子 它的面 我觉得它煮到也是很好的 有些面哦 会黄面的话 有那种干水的味道 这个是没有啊 你放点面 然后放点汤 然后你就可以吃出更加 浓的味道 哎 很香 很香 嗯 它那个醬 这个叫做 鱿鱼啊 也是脆脆的 好吃 好吃 它溫肉整个都是 很好吃的 然后加上它的 这个打火爆 嗯 再上它的汤汁 嗯 细满满的汤汁 嗯 好吃哦 嗯 如果来的话 你们也是可以来 它的 这个正店之宝 家里面和 那个 嗯 炒火烤 这样子吃很好吃 OK 然后我的 我吃的这只只只在 有些食品的 嗯 你可以看 它们当晚炖也是有一个套 所以你住在苏邦或是当晚炖的 都可以过来去试一下 吃到连汤都喝完了,太好吃了这个,在家里面 我们吃饱啦,然后要先说这间restaurant呢 最大的特色呢,就是三大种族都可以来吃的 因为它的是哈拉的哈拉的 所以所有的鲁竹红包啊 如果我们三大种族的朋友啊,要一起找一个restaurant 可以又可以吃,又可以有好喝的东西 然后你们就可以来考虑这个sister outlet 然后我来的是这间书邦的,在约翠十六 然后在TDDI也是有一间 所以如果你们想要找一间restaurant,有猪通胞 和你们都可以一起来的 有这个,它这个锅肉米也有这个炒果条炒饭啊,其他里面都是它这个四大天王 它这里的正殿之宝 好,再给你们再看多一次 主要呢,炒果条其实你也是可以各种,就是上量炒的是你所可以面啊,米粉啊 这个是普通的,普通的炒果条是八块半啊,如果你是要加料的,比较,比较多的,special一点的,是四三块半 然后,这个加力面也是一样咯,加力面也是八块半咯,你可以说你要铲什么,要米,米粉,面,或者是米粉,或者是果条,或者是果条面 这个都可以,然后这个是它的那个hokken cha,hokken cha,我们就是说我们炒不见面有没有 所以如果想要吃Chinese的那种广东族啊,然后炒饭啊,这些啊,然后又要吃哈拉三大种族都可以来吃的话 这个是非常建议的,然后这个Ginger with rice,我们这女人做业子啊,会想念的,那个鸡酒,那你会想念的 然后或者是我们的,呃,华人吃的那个粥啊,鸡 没有酒啦,是Ginger spring onion,哦,没有酒的,sorry,sorry,哈拉是没有酒的,sorry,sorry 哈拉是没有酒咯,这个是,它是Ginger spring onion 姜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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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Century egg porridge哦,哦,皮蛋啊,我的 哇,用刀福都有,用刀福也有,所以它的吃的variety其实是很多的 好啦,就知道谁吃啦,哦,它有一个,它的,它的slogan,Sister Cafe哦,Your shortcut to be name flavors 哇,这个很好吃 哇,这个很好吃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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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鲜香 嗯 Okayyy A little bit a story about this restaurant 刚才我就,去了 Lakota,呃,呃,见了这里的那个,呃,呃,到 Wolverine er的,呃,呃,呃,或者,呃,展的女儿,呃,呃, gözressao 呃,呃,说他名字叫,呃,呃,lina, digestao 呃,它就告诉我,呃,呃,来了这个地方里面为了гр PJ inatクurang 他就告诉我其实这间restaurant,他的父亲 叫做、呃,Ray Chang 他开这间restaurant的时候呢,是15年前 在时那间店的是 Attorney,她开始这间restaurant的时候呢,四十五年前 已经 应该 应该 more than 15 年吧 然后他开的时候呢 是他的 呃 为什么会想要开这个restaurant 是因为他们是 本身是Benang人 然后他们就一直在KL找不到 很中中的Benang的 食物 所以结果他就 打算说不如他们自己开一间 呃 比较正宗点的Benang的 那个食物 然后他的姐妹 就是他 呃 就是他的妈妈 就是这个founder的太太 和他的姐妹呢 就是一起来 把他做起来的 所以他的姐妹全部来帮忙咯 没有请人 就是姐妹一起来帮忙 像他的爸爸就为了要感谢 这些他的姐妹啊 把这个restaurant 帮忙做起来 所以他就 name this restaurant called sister 就是 sister 就是姐妹的意思 所以这个就是 今天的这个 short cut to find Benang food 的一个restaurant sister 你们一定要去吃 早吃这个信念呢 是因我自己的口味而来做 评价的 当然好吃 和不好吃 这个东西是因人而异的 所以如果有很冒犯的地方 请多多见谅啦 谢谢